大家好 我是陳永恩 周飛 Chen 播出的日期是12月23日 人大常委昨天在北京召開禮會 今個星期六 即12月26日閉幕 香港01有獨家消息 人大將會出手DQ一班區議員 究竟可信性有多大呢 我也會跟大家講一下 我也會跟大家用另一篇報道去參考研究一下 除了一篇報道 也會跟大家講一下一個紀錄 所以就是一篇報道一個紀錄去分析究竟DQ區議員是真還是假 跟大家細心分析了究竟DQ區議員是真還是假之後 也會跟大家大膽假設 究竟哪一個需要議員會被DQ 另外我也會跟大家講一下去年在荃灣襲警 而被射中的中五學生曾志健 他就大爆被美國拒收 而曾志健雖然沒有透露他著草去了哪裡 但以我金田欣的推斷 我會跟大家揭開謎底 分析一下真志健可以去哪裡 今天的主題可以說是世界之罪 上半部會跟大家選出最大機會被DQ的需要議員 下半部會跟大家指出最爆笑的畫面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最後 在開始前 大家記得要訂閱我 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條影片 總有影片支持我的 記得要讚好和留言 告訴我你們的看法 也希望把影片廣傳開去 讓更多人知道和媒和攬丑派 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記得你的讚好和留言 可以幫手抵抗著一些小黃人 入到我的影片 惡意攻擊意圖令我影片下架 希望大家一路看影片 一路讚好和支持 追看陳永恩 知青原因又開心 訂閱Jofie Chan 同人論證 用什麼怕 之前有DQ4送15 那時候我跟大家在Y2K拍片 跟大家說了愛國者的準則 應該都要用在區議會上 DQ4的時候已經有海量那麼多的觀眾朋友 說要DQ區議會的一班需要議員 雖然區議員都是公職人員 但現時沒有需要按基本法第104條作出宣誓 但他們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議員 資金政府糧都應該要擁護基本法 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對政府負責任 都是理所應當的 大家認同的話 請你讚好這條影片 而昨天12月22日 香港01就有一宗新聞 首先說一下香港01的這篇報道 昨天12月22日晚上8點 當大家都在吃飯之際 相信大家都會收到香港01的這篇報道 很多觀眾朋友都有WhatsApp來傳給我 這篇報道的標題就是01獨家 人大常委將處理公職宣誓問題 尿涉DQ區議員 周六有定案 01的報道說人大常委會這次例會 將處理區議員宣誓問題 預料會取消大量攬差派需議員 因為他們不能符合宣誓內容的資格 因為他們並不是真誠擁護基本法 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報道說不是所有的需議員都會被取消資格 但即將會被取消資格的需議員 相信也不少 足以可以改寫到地區勢力 讚寫這篇報道的就是筆名沙半山 同時也出了另一篇分析 標題就是 區議會有可能大洗牌 泛民主導或變建制復活 這篇是分析的報道 就是和他之前獨家的報道延伸出來 獨家的報道就是講人大常委的決定 而分析就是講決定後的後續 這篇分析說政府稍後會根據人大常委的決定 有機會DQ超過100名遍佈18區區議會需議員 DQ之後政府可能不會安排補選 而委任地區人士取而代之 這篇分析報道說建設力量很大機會 會在某幾個區議會重奪控制權 究竟這個記者沙半山有多可靠呢? 如果大家之前看過我的影片 都會聽過沙半山這個名字 因為我曾經在這條影片和大家分析過他的文章 就是沙半山手記 就是在9月15號這條影片 9月15號這條影片 當時沙半山手記就說掌握了消息 警方的國安處即將會有下一輪 鎖定拘捕兩名港獨頭目的行動 而這兩名的港獨頭目 就是在7月份舉辦攬炒派立法會初選的牽頭者 也是佔中發起人 在7月份被港大炒友的大謠庭 還有近日和黃KOL99前立法會議員 前民主黨黨員歐樂軒 事隔3個月後黎智英都被還押 但戴耀廷和歐樂軒都未落網 當時我正正在這條影片提出質疑 我便覺得為何會不拘捕另一個牽頭人 民主動力的趙集人 也就是民主黨的趙家賢 只是拘捕戴耀廷和歐樂軒 結果我評論完之後 零億的沙半山手記就攻擊我了 誤以為訂閱數 影片的讚好和留言 是用來推選收入的 大家可以看回我之前的這條影片 他更加說我有意要轉做全職KOL 沙半山手記說我有意轉做全職KOL 就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實我到現在還是在做驅務 其他人可能都已經沒有做了 不過我都還在做著 大家聽完我這樣說 可能就會覺得這個沙半山似乎都不太可信 不過以我所知 其實這個沙半山都是幾個記者不願意出自己的真名 就幾個人用同一個筆名 因為我也有認識的記者朋友 也都了解傳媒的操作 所以我就知道 所以有可信的也有不可信的 而我就覺得今次零一的沙半山就是可信的 過去從港區國安法 我們可以看到中央不會被香港社會亂下去 從人大常委就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作出的決定 我們可以看到中央不會被立法會亂下去 可想而知中央也不會被區議會亂下去 更加不會容許一班衰議員選過港獨的特首出來 因為區議員就可以選出117個代表去做特首選委 去決定哪一個做特首 有452個區議員 而攬炒派食住黃血饅頭乘住黑暴 就拿了395席 就是絕大多數的議席 相信如果有得讓他們選 他們絕對會選出117個攬炒政棍去左右特首選舉 而這一點另一個消息來源比香港01的獨家報道更早出街的南華早報 正正有提到 南華早報在昨晚6時半出了一篇報道 標題是獨家消息人士透露 北京方面正考慮對選委會進行徹底改革 以壓制反對派的影響 南華早報的這篇報道也有提及到一些功能組別 未來的選民基礎都有機會收緊 而且也有提到區議會界別的特首選委的直數會如何處理 會如何取代它 相信會有全面的改革 而改革有兩個重點 第一會廢除由攬炒派政棍 由攬炒派區議員控制的所有117個特首選委 去削弱一班攬炒派順議員在2022年左右特首選舉的影響力 而第二點就是取消五個俗稱超級區議會的席位 上一屆攬炒派就在特首選委手握322席 如果再加上117席的區議會界別特首選委 在1200人組成的選委會中 攬炒派政棍就可以控制住四分之一的選票 足以可以做王 不單止特首選委 立法會都有影響 因為立法會有六席給區議員 經濟日報有報導補充這一點 六個立法會議席中有一席是功能組別區議會一 就是透過區議員互選去產生的 另外五席是俗稱超級區議會的議席 也就是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 就是全港性投票的 自設立以來 其實這五席都是被攬炒派政棍拿了三席的 所以取消區議員可以做特首選委和立法會議員 就可以阻截一班需要議員進一步在特首選舉和立法會的平台 去攬炒香港的 看完香港01 南華早報和經濟日報 我就相信非常大的機會 這是一個準確的消息 相信對各位觀眾朋友來說 都是一個好消息 而且都等我金田欣提提大家一個過往的紀錄 可以進一步給大家信心 相信去DQ一班攬炒派的衰議員都指日可待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DQ4的消息正正是香港01出的 大家可以看回我之前這條影片 而且我記得 國安處設立舉報熱線正正是南華早報出的 大家可以看回我之前的這條影片 所以可以看到香港01對全國人大的消息 南華早報對政府的消息都是相對準確的 大家看回我之前的影片都知道 和大家細心分析完之後 我就想和大家大膽假設一下 哪一個需要議員是DQ的熱門之選 在雲雲的需要議員之中 呼聲最高的就是報名參選原定9月舉行的 立法會選舉 而被選舉主任取消資格的4名需要議員 包括參選港島區的東區區議員鄭達鴻 鄭達鴻其實都沒有什麼新聞 但近日最出名的新聞就是為了保平安 所以退出公民黨 相信他都猜不到 怎麼退都逃不過沒得撈的命運 還有就是羅冠聰的前女朋友 袁家衛也是南區區議員 大家如果有看過我的影片都知道 我之前和劉沛旭議員一起去西九龍中心請願 去反對西九龍中心場外 去懸掛黃色色情的宣傳品 袁家衛為了抗議我和劉沛旭議員 去西九龍中心抗議 袁家衛就像黃色色情宣傳品中的漫畫主角 穿得很少布去劉沛旭議員辦事處抗議 結果不知道是否因為畫家覺得袁家衛不像漫畫中的主角 所以就畫了三個卡通給袁家衛 相當好笑 大家可以看看像不像 相信這個卡通比較像他 第三個很高呼聲會被DQ的 就是中西區區議員梁房衛 他在今年九月參選立法會首次被DQ的時候 就說議會已死 叫其他攬炒派政棍不要去接受延任 如今真的被梁房衛說中了 區議會這條財路都死了 第四個就是參選超級區議會 外表老成 但思想幼稚的岑奧暉 再來就是藍絲與狗議員 我相信都走不掉了 還有就是過去一年已經有大約七十名的衰議員 涉及各種罪行而被捕 佔一班攬炒派政棍衰議員總數的兩成 我們可以見到這班的衰議員在過去一年他們做了些什麼呢 他們利用區議會這個平台去延續黑暴 繼續搞抗爭 更加是濫用公共資源去資助或者支持反政府的組織去推動港獨 這些不法的行為相信都應該要被DQ 不過我就想更進一步 我就覺得所有辱華和反國安法的衰議員都應該要被DQ 不知道大家覺得我說得對嗎 希望你都認同我這個說法 好了 我就覺得港區國安法沒有追溯期 在國安法實施之前 他們怎樣顛覆政權 分裂國家 勾結境外勢力 煽動和參與黑暴 或許我們都不能夠追究 但是他們的立場態度顯然易見 是賣國者的所謂 他們不是真誠擁護基本法 不是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所以都應該要被DQ 他們一班衰議員曾經以為很好玩 就在區議會上文件反國安法 而他們聯署的這份反國安法文件 就是最佳的證明 我就覺得如果真的可以這樣實現 就一天都光光了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這個說法 有哪一個需要議員你認為應該要被DQ 都可以留言說一下 亦可以分享你認為他做過什麼惡幸 和他叫什麼名字 我最不想陳子惠惠惠被DQ 因為不單止會令我們沒有很多笑料 而且我更加覺得惠惠是最能夠代表 一班小黃人和黑暴 什麼人就選什麼人 讓他們繼續在區議會表演也好 而退一萬步來說 DQ誰都好 我更加關心的是買多少贈送多少 之前立法會就買四送十五 一班攬炒派衰議員如果不齊上齊下 下發立法會班證棍總辭 就等同刮了總辭的立法會證棍一大把 而且總辭的話就沒得資料 好多衰議員都沒有學歷 好像惟惟那樣 沒得做議員就不知道可以做什麼 更加不要說可以好像飛機豪有錢開餐廳 我猜一班需要議員會找各種各樣的爛借口 去解釋為什麼他們不總辭 我們就等聽一班攬炒派政棍的笑話 在攬炒派政棍表演之前 我們就可以看看小黃人的笑話 在去年10月1日涉嫌追打警察搶警槍 被射中左空的中午學生曾志健被控暴動和襲警罪 雖然都是中午學生 很多黃媒都強調他的學生 但是並不是手無寸鐵 他就是被引導揮影棍去追打警察 案件昨天下午在區域法院提訊 而攝氏的曾志健缺席聆訊 案件對上在10月體堂 曾志健當時表示有意認罪 案件押後到昨天才提訊 期間曾志健獲准以原有條件繼續保釋 也就是說每個星期要到荃灣警署報道一次 就不得來講 最後都是被他棄保前途了 離開了香港 我真的很想問 決定不將曾志健收監還押的法官 這一刻有什麼感受 根據警方的資料 曾志健自10月24日向警方報道之後 就沒有再報道了 而警方曾經也去過他住的地址找不到他 代表曾志健的大律師黃瑞紅 也表示聯絡不到曾志健 值得留意的就是 是代表曾志健的律師 就是法援處委派的大律師 真是想說說好的612基金 曾志健昨天下午透過英國組織 Friends of Hong Kong發聲明 就說抗爭下的罪行和刑罰都不能夠被接受 即是扭曲了犯法 為了逃避刑責 就趕成是政治打壓 那就著草卸責 還可以不用錢移民 送這首打油絲給小黃人 曾志健著草走路不是唯一爆點 曾志健更加在他的聲明上透露 在今年的10月27日 他和幾名的所謂戰友 一起向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尋求協助 翻查今年的10月27日 去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的 就是早到了中翰林 其餘也有黃人繞釀了半咒 才最終成功入到領事館 原來其中一個就是曾志健 曾志健透露美國曾經會收留他們 但當他們去到領事館之後 美國就說沒辦法幫忙 就敷衍打法他們走 曾志健形容心情由天堂跌到地獄 感覺就好像被出賣 我想說曾志健真是天真 美國又怎會幫他呢 他們好像黎智英那樣為美國作戰也好 甚至像曾志健那樣為美國擋什麼蛋也好 美國都只是為美國人優先 而黎智英和曾志健他們喜歡不喜歡也好 都是黃皮膚的中國人 曾志健雖然沒有透露他現在身處何方 但我金田恩相信應該去了英國 因為他十五歲的女朋友上星期宣佈已經在英國 而幫他們出聲明的Friends of Hong Kong 就是英國組織 我搜羅了影片給大家看看 當中嚴選了最搞笑的畫面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看看知不知我在說哪一個畫面 我們去片 我叫Auroa 今年十五歲 我會去英國申請政治庇護 這個畫面我是不可以帶去英國的 因為這個畫面代表抗爭 都是我男朋友送給我的 一直陪著 很有英文界的 但是我身邊的人 跟我一起去參與社會運動的 全部都被告中火 暴動這些其實是很重的罪行 擔心始終有一天到自己 我是劍仔女朋友這個真份 同時令我很不安全 因為我男朋友 嘗試過入美國領事館尋求協助 美國領事館那邊 答應讓他們進去 他在社運被告 他現在本身背著三條罪 可能面臨的刑期是六七年 可能這是一個最後的辦法 而最後的希望 現在都好像沒有了 失敗 我想他也是很震驚 和很絕望 可能擔心安全問題 都沒有見過他出來之後 我覺得現在香港司法制度很不公平 擔心會不會在裏面受到什麼不公平的對待 再加上政治打壓就越來越厲害 那就是白色恐怖 政府就想我們示威者收聲 有了國安法之後 大家會更加害怕 我想如果我沒有參加社運的話 我會和一無裏地生活 然後就 只是讀書 可能有時候有空的時候 就跟同學去逛街 跟朋友去逛街 本身我就想著 盡量想在香港完成我的學業 即是中學、大學也好 這場社運真的影響了很多人 我覺得我們這一輩 就是會越來越少自由 所以就覺得沒有什麼未來 不捨得的東西就有很多 即是不捨得香港 這個始終是一個很喜歡的地方 還有這個是我一個出生的地方 不捨得家人、朋友 因為申請了政治庇護 可能一切都回不了你 很不開心 擔心很多事情 但是我不會後悔 我做了這麼多個決定 我都沒有後悔 即是可以上前線的這個決定 值得的 因為你要有結果 總要有些犧牲 那我就覺得最搞笑的畫面 就是這個畫面 現在可以走路 不是去做show 行李箱有一半 竟然是放一個面罩 和一隻井底蛙 我真的覺得她的腦真的壞了 相信各位觀眾朋友跟我一樣 看完她的影片之後 都覺得她沒得救了 所以她的離開 絕對是一件好事 她們這樣的人 願意離開香港 就真的愛香港了 最後我想跟大家說 我留意到有一個報道說 曾志健現年十九歲 上年她在讀中五 今年應該是讀中六 準備DSE入大學史 但以年齡來計 曾志健可能就想過班 因為十九歲我的年齡 我記得應該是讀中七 跟曾志健同齡 現在應該是讀大學一年級 曾志健沒有好好讀書 還要這麼小就已經著草了 令我想起正正常常 其實中五的時候 應該是在做什麼 我中五的時候很勤力讀書 準備考英國會考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 這麼重要的時候 不撥亂反正 之後的中五學生 都去了暴動襲警 他們真的沒有未來 所以我非常支持國安法 我們可以見到國安法實施之後 如今我們不見到 上年一些中學生上街暴動的畫面 整頓完立法會之後 我相信很快就到區議會 這是非常好的消息 今集的時間就來到這裡 希望你都喜歡我為你的選材 記得要讚好和留言 幫我聽你的看法 也希望把影片廣傳開去 讓更多人知道 黃梅和藍秋蟹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記得如果未訂閱我 陳榮欣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右下角就是免費訂閱 開啟通知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條影片 如果想優先和獨家看到我的影片 更加可以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我知道我的聲音有點沙啞 因為已經是野心了 希望大家看這條影片 可以多多包容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看完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要讚好 留言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還要訂閱我 陳榮欣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按下C first 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